普通話新聞 隨著夏天臨近 澳大利亞衝浪救生組織推出了新的防範計劃 致力於降低國外出生的人士高發的海灘溺水比例 你正在收看的是澳大利亞普通話新聞 調查顯示 在澳大利亞每年超過三分之一 在海邊溺水的人士是出生或生活在國外的人士 上個星期就有一位20多歲的亞洲背景的岩町男子 在悉尼南部海岸被海浪捲下了礁石 與此同時 澳大利亞衝浪救生組織表示 海岸溺水人數比去年下降了20% 高一峰的報導 隨著夏天的道路 澳大利亞的海灘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對於那些亞洲背景的人來說 關於海灘安全區系的中文小測子 可以在衝浪區的物中被找到 來幫助解釋相關的警告 所以 所以人們會有記憶說 不停泊在這裡 強烈的風格 有些人不見證 那時候會被困難 所以 一定要注意到記憶 如果地方是閉嘴 或是海浪也閉嘴 最新的澳洲冲浪救生协会的年度报告中说 有61个人在夏日的财年死于逆水 这比去年减少了23人 比7年的平均数也减少了28人 几乎在10个人中有9名是男性 其中20到29次的人群是最危险的 但是随着整体数字的下降 每死亡的三人中有超过一人 或出生或生活在澳大利亚一半 大多数遇难的人来自亚洲 其中许多是因为延期钓鱼遇难所造成的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要继续保持上去的事情 并且我们要当时的河山 exchange时转账记 我们保护导他们把宾衣服和保护 你们ру护衫的圈套 我们认为时转账身体制 之前行过草水 床越上市 如果你上场的老房的 尽量也要通知基于 在拍摄的方式 第二个人同时 上场的衣服和施衣服 另一个人也要求我们 我们自由选择尤其而言 如果您看到有些人陷入問題,您先去救他們,您必須確保自己自己在危險中。 隨著過去幾年,在澳大利亞海洋溺水元素持續下降,另一個值得警覺的數據是,關於出海遊船遇難的事件有上升的趨勢。 在上一個台年,有28%的海洋溺水事件是與遊船有關,自2007年以來,這個數字已經穩度上升,而且有超過一半的事件與酒精有關,這和我們在道路上所傳達的信息是一致的,一定不要酒後加傳。 藝術收藏曾被認為是一項貴族們閒暇時的活動,但是波動的市場投資選擇驅使著。